鞋子 監視器拍下一部轎车呼啸而过 从内车道快速切换到外车道 没多久就酿成意外 猛烈撞击安全岛碎片散落一地 这起车祸发生在四号晚间七点 一名无驾照 文姓高中生 在这两位夜室同时要一起到学校去 行经花莲吉安乡中央路时 疑似车速过快 失控撞上安全岛 还冲到对象车道 对面冲过来 三个人 对面飞过来的 那个都撞倒了 从那边飞过来的 车祸现场残破不堪 一扇车门被撞飞 副驾驶座最严重扭曲变形 车头车尾统统凹陷 开车的21岁温姓高中生 和后座赖姓同学轻微擦伤 但做副驾驶座的陈姓同学 头部胸部重伤 送意后不至 比较危急的个案是躺在地上 没有明显 没有呼吸 没有呼吸 没有动作 你怎么会看到飞行 手术过快 招式驾驶到预约后一脸茫然 无驾照却开快车 不仅赔上同学性命 自己也得面对刑则 记者廖威龄 董优俊 邵玉敏 花莲报道